大家好,這次輪迴挑戰打算用普羅來通關 我認為非常的簡單,但有些地方需要一點賭 隊員345不開技能全部撐血用 用於在最後王一的時候 攻擊反擊10萬 那其實你6隻一起打他反擊60萬是非常棘手的 所以就必須來去壓打點 但是這個敵人又要求火20下連擊 普羅打這次的關卡,基本上重點都在這裡 那首先20火的部分 其實靠你入點火火火火火火就可以輕鬆的應對 再來可能就是打點的問題,因為會反擊 但也另外提一下 前一陣子的有全新推出龐貝的時光牌 它是可以提供大量的火屬性攻擊打點 而且偷偷說無視攻前無視拼圖盾 我認為在普羅裡面也表現得非常的不錯 因為有時候遇到破攻前 我就要開普羅的技能來無視 我覺得有一點浪費 好,那麼回到重點 火攻擊20下沒有問題 那再來是打點反擊60萬怎麼辦 整版消光珠的情況之下 暗火水是不會有攻擊打點 那我這次示範工業的劇本 你入點火之後 首先這邊會附加消除 所以後開普羅 普羅的技能開啟之後 起手珠火珠 因為我怕你突出不小心把火全消 這樣子整版光珠配一顆火珠 剛好火屬性的巴哈也會攻擊 打完24下火屬性追擊之後 最後的普羅就能夠順利的造成傷害 如果你有潘金蓮甚至可以避免掉天降的問題 但這次的劇本是用一個很低配的方式 所以可能需要小賭 但整體劇本非常的簡單 潘金蓮 他有一招是可以直線手銷不會有天降 這樣子超穩 那整部的重點就在剛剛講解完 那再來會用比較快速的方式 來去跟大家說第一關到王關的如何攻略 首先第一關一進場空轉 下一回合固定版面直接轉就可以帶走 這邊直接用跳過的來到第二關 拼圖盾雖然開技能可以應付 但我認為這邊直接手轉拼圖盾 就可以直接更快的帶走 那應該沒有問題 那這邊直接跳過來到第三關 第三關手銷全按 稍微留意一下場上的暗珠全銷 就可以帶走卡珠的話 右邊如果只有兩顆 還可以利用左邊的一顆神爐珠拉出來 也可以作為一組三顆 那再來第四關 十字盾的部分 剛好左邊有十字 也可以直接帶走 那記得不要超出 那再來第五關 比較尷尬 攻前盾 其實這邊要快的話 你有時光牌可以直接帶走 但我是直接開組合技能 然後直接帶走之後第六關 這邊也直接轉 記得轉到紅綠燈就可以帶走 接著第七關 這邊比較麻煩一點 星珠盾 可是每回合左邊會有固定六顆星珠 只是可能需要花一點時間 然後接著帶走他第八關 這邊的話是連擊追擊 可是你控場他 他如果沒有攻擊的話 是不會追擊的 所以第一回合左邊的十字不要破壞 轉十字控場他 你不會被追擊 那第二回合這邊有一點危險 但是你在第一回合直接把他帶走 那就非常的安全 而且也非常的簡單 然後接著第九關 數字盾20 20的話基本上 除了左邊之外 右邊再轉五顆就可以了 那我是習慣轉巴哈下面的這一排 比較不會有意外 因為九風王那一排會有一消相林的效果 那接著來到第十關 首消全新 反正左邊全消嘛 你只要留意右邊的星珠有沒有消乾淨 就可以直接帶走 好那這邊快轉來到第十一關 就算版面亂了 左邊是全消 右邊稍微轉一下 這邊不是重點 反正可以無視直接帶走 然後接著來到第十二關 五組不同鼠盾 我這邊是直接開尼路的第一招 然後搭配龍克爾仙劍之命 而版面的話 因為有大量的光珠跟木珠 其實基本上是剩下的水火 暗星 只要有一組你沒有消到 消除另外的三組 加上光珠跟木珠 就是首消五組不同鼠 我認為這算是 最簡單的處理方式了 然後接著他的第二條血量 十字盾的部分 直接開普羅的技能可以無視 然後帶走 接著快轉來到第十三關 附加消除不重要 主要是敵人是首消全木 全水全新 可能大家遇到的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但這邊完全沒有太大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你右邊卡住了 你可以利用左邊拉出來 反正就是首消全消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下一個 拼圖盾這邊 要求更高 所以正常來說都是開尼路的第二招 可以無視拼圖 那尼路的第二招點選之後 就是牌面上的個點一下 然後整版一消 並且可以無視拼圖 這邊就可以直接帶走 再來又是浮石連擊零化 但他沒有什麼50%盾 你就直接裝好轉版直接帶走 那下一關 三十字 呃普羅的技能可以無視十字 那基本上開了之後 只要注意新珠 那我是直接在拉上面的一顆新珠出來 分割成多組 順便多組消 可以累積更多的EP 就可以輕鬆的帶走 那接著來到第十七關 數字盾加佐樂地形 佐樂地形不用管他 反正左邊全消右邊在消八顆 就是數字盾23的轉法 那佐樂不用理他 正常的話 這邊都可以直接一回合帶走 好接著終於來到王關 就如一開始影片所說 王關的劇本 你路開了之後全點火 整隊會追打六下火屬性之後 再開 副隊長的 普羅 這樣子追打完之後 他能夠馬上造成輸出 而當中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起手火珠 避免掉你完全沒有消到火珠 你會少一隻的攻擊打點 而天降的狀況不可控 基本上不要天降到 額外的暗屬性跟水屬性 就可以正常的火二池下打完普羅 就直接對他造成輸出 然後帶著他之後來到王的第二條血量 無阻同處盾 這邊直接開普羅的技能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開仙劍之謎 因為會有額外的火屬性天降 會有額外的減傷 所以這邊不要開仙劍之謎 單開普羅就可以輕鬆的帶走 那今天的攻略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想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記得訂閱神魔之塔 觀看頻道並趕緊小鈴鐺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